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云孤禅死 教导廖凡先生 要改过自新 那么这个就是所说的一礼之神 今天我们接着看 抚血肉之身 上人有素 一礼之身 岂不能隔天 血肉之身 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因为 没有办法了 离开妄想分别之主 因此 堵落在 素里头 所以用这个熟数能够推断你的一身吉凶和福 那么如果人要想超越命数 要从心理上呢 做一个改变 把从前 不善的 观念 行为 都能够都能够改正过来 与一礼相应 那这个身呢 那这个身呢 就称为一礼之身 在佛法里面 讲的是 是与一礼之身呢 是业力 业力变现的 如果我们的业力 大过业力 在佛法里面 在佛法里面 就叫做 成愿再来 这个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那就是 血肉之身呢 没有离开自私自利 一礼之身呢 是大功无私啊 不再为自己的利益 着想了 身在这个世间 这个身体 是为社会 为人民 为众生呢 服务造福的一个工具 跟自己的业力呢 完全脱离关系了 那么这个身 就称为一礼之身 这个身就称为 成愿再来 众生有福 这个身呢 在这个世间 就会常住 众生 没有福报了 这个身 自然就舍利了 换一句话说 佛家常讲的 辽生死 出三戒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 他因古书作证 太假月 天作孽 有可为 这是假设的 天然的灾害 有可为呢 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今天讲啊 自然的灾害 是可以避免的 是可以挽回的 这个道理很深 自尊力不可和了 那是无可挽回 无可避免 这个话的意思 很深 自然灾害 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 现在人懂得 这个道理的人呢 不多了 圣人告诉我们 佛菩萨在经典上 告诉我们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一报就是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啊 也是随着人心来转的 如果这个社会 人心 善良 淳朴 我们居住的环境 它就转好了 所谓是风挑雨顺 国泰命安 不仅仅是人为的灾害 是人造的 自然的灾害 也是人造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 一个是共业 一个是别业 共业是大家共同来造作的 这就变成自然灾害 个人所造作的呢 那就变成个人的基凶或福 所以个人自己造灾了 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社会大众共同造的 这个业 我有办法避免 我有办法了 挽回 这是真理 这个是四世的真相 那么又赢 诗经两句话说 诗银 用言配命 自求多福 这两句话 用言就是常说 这个古圣先行 常说 配命啊 意思就是说 与上天的心相应 人心同天心 天是什么心呢 天到底在哪里呢 这不是一个有心的 实在是个无心的 是个抽象的 所以是上天有好生之灯 天心是爱心 无私的爱心 天心是公平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养 把自己的心愿提升到 大公无私 平等的对待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这就是用言配命的意思 当然 负在其中啊 不求佛报也限起 这个意思 诸位细细具象 下面 云古禅师说了 孔先生 算如不登阔地 不生执者 此天作之力 又可得而为 天作之力 你过去生中造的 你造的这个不善业 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没有公民 没有公民的分 你也不会有儿子 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 可以避免 避免 可以挽回 怎么样挽回呢 如今扩充心得 我改过自信 力行善思 多极应得 什么叫应得 做好事 不要让人知道 这个叫应得 应得 报得后 做一点点的好事 人家都知道了 像现在的新闻媒体 来表扬 来赞叹 把你向这个社会广大群众 去介绍 这也是福 这个福立刻就爆掉了 很可惜 所以 真正做好事的人 不要让人知道 如果做好事 一定要有媒体介绍 要这个报章上 要能够看到 这不是真的好事 你这个心 还没有利开明文利养 你不是真心 你这个善事 是假善 是伪善 不是真善 真善 忽必让人知道 媒体来报道 应当尽量避免 这样才好 古时候 真正那个大德 大能的人 所调光 所调光 淫灰 淫居 在深山里头 没有人知道 于是 他的德 愈极 愈厚 到机缘 成熟的时候 被人发现 他能为国家 为民族 建功 立业 这个里面 含藏着 许许多多的学问 这些我们都要深思 我们都要 汇修 这个是自己所作之福 安得而不相守护 自己造的福 自己当然都收到 借着 大师又引用 《义经》上的话说 义为君子谋 去疾避凶 引用这两句话 让廖凡先生 加强信心 若也天命有长 疾何可去 凶何可逼 这个话说得好 如果说是命令是一定的 不能改变的 那《义经》上这一句话 就讲不通了 换一句话说 《义经》上这两句话 告诉我 命运这一桩事情 活活活活活活 我们每一天 齐心动念 善念 赠福 那个福就加了一分 我念就减了一分 每一天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就是加减陈楚 天天都有加减陈楚 那为什么 这个世间的人 这个命运都被人算定了 他加减陈楚的幅度不大 没有离开他这个中线太远 所以就算得很准了 如果这个加减陈楚 幅度很大 他命运就不准了 在前面所说的 大山之人 命运拘束不住他 大沃之人 命运也拘束不住他 那就是加减陈楚的佛度大 他有大山 祸会变成福 他有大沃 福会变成祸 道理在此地 开掌第一 便说 极善之家必有余亲 辱信得极佛 这些书 了凡先生平常念得很熟 念得很熟 意思不能说不懂 但是了解得不够深 换一句话说 读的那些古圣仙仙的书 自己没有办法 用在生活上 无法落实在生活 公主 除世代人介乌 所以他的命运 一丝毫不能够更改 云古禅师 这个一句提示 他明白了 辽凡先生说 与信其言 拜二受教 云古禅师 这番话 把辽凡先生点醒了 命运确实是自己造的 自己可以改变 一定要懂得自求多福 所以我们学佛 有很多人问我 这是法师 你为什么要学佛 我的大福很简单 我学佛的目的很单纯 提升自己的境界 那么这是从古报上说 从音上说 提升自己的德行 积功里的是修音 音好 古当然殊胜 那夜音古报 到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出来的时候 你就非常欢喜 这佛家常家 长生欢喜心 这一生都生活在欢喜当中 你说这个都快乐了 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这叫德大自在 这个经论里的常讲 长生欢喜心 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这是多么幸福 我是为了这个 才修佛的 其实 这是早年老师教导的 我在学佛之前 爱好哲学 我的老师 方东梅先生 他告诉我 佛学是这学里头的精华 这学里头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被他这句话打动了 所以认真学习 我出家剃头之后 再去看他老人家 他非常欢喜 这是你的路走对了 我给你说说 没想到你真干了 确确确确实实 得到老师的指引 我也像廖凯先生一样 与信其言 拜二受教 方东梅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当家大师替我奠定根基 黎宾南老 就是用盛年的时间 把我培养起来 一生得到受用 得到快乐 得到自在 廖凡先生明白了 觉悟了 下面真干了 硬将往日之罪 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的事情 种种过错 佛亲尽情发怒 发怒就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 完全说出来 为数一通 苏诗文章 就是自己下定决心 要改过自新 写一篇文章 求佛菩萨 为我做证明 用意在此地 是新燕丘 灯窟 他命里头没有 没有这个功名 新燕丘 这个灯窟是新燕丘 考中巨人 他命里头只有秀才 秀才到最高的 这是共生 所以他没有扩地 用现在的话说的是 他没有学位 事行善事 三千条 一报天地 祖宗 值得 就真正开始 断卧修善 发了这样的大心 这个很难得 云谷禅思 看到 当然欢喜 如此可教 虽然这个时候 袁辽范先生 已经三十五岁了 这个能够真正回头 断卧向善 在明朝那个时候 这个功过歌 很流行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许许多多的 有成就的 伟人 都曾经用功过歌 这个方法 来检点自己的故事 所以云谷除 功过歌 是 令俗心之四 驻日登基 善则激素 悟则退出 且教持准提咒 一气憋 廖凡 真的 他是凡夫 他是粗学 而且根性 不是上根立志 可以说是 中下根性的人 所以廖凡居士 就用功过歌 来帮助他 功过歌 现在 在台湾 在香港 也都有流通 都可以能够找得到 我们过去也曾经翻译过 每一天登记 每一天做的好事 自己记下来 每一天做过时 繁星过时 过时也记下来 善我对比 我这一天到底是善多 还是我多 你开头做的时候 一定善我混杂 可能是 我多过于善 自己的警觉就提高了 天天认真 努力去改 希望改到有一天 功过歌一打开 纯善我 那你就成功了 这是教他 从四上去改 这个方法 不是一个高明的方法 但是 对普通人来讲 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 那么又教他 持准提咒 佛法里面 参禅 持咒 念佛 方法虽然不同 目标 功效 完全是一样的 收心 一般人 不可能 未忘念 只有佛菩萨 大修行人 未忘念 对我们的伤害 非常之大 我们要知道 忘念 不但破坏了我们清净心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时 而且吃得很简单 吃得很少 我们现在人想着 这营养怎么够啊 我们不明白道理 真正道理 搞清楚了 这恍然大悟 原来 营养是我们体能的补充 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这个机器24小时都在运作 睡觉的时候也没停止 心脏还是在跳动 这个磨泊在跳动 血液在循环 这是能力 需要有能量啊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像汽车一样加油啊 但是那个车我们懂得 有耗油的车 有省油的车 身体也一样 身体对于这个能量的消耗啊 有耗能量的 有省能量的 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呢 现在我们正搞清楚了 百分之九十五消耗在妄念上 这次明了了 为什么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可以呢 他心清静 他忘念少 他消耗能量就少 身体健康啊 那么凡夫 妄想多 杂念多啊 每一天补充三次还不够啊 还要吃宵夜吃点心啊 一天到晚都在补充啊 他消耗的太多了 消耗太多 于这个身体啊 决定有不良的影响 所以你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 要减少 忘念 忘念减少了 你的饮食自然就减少了 最健康的身体 是不要饮食 为什么呢 饮食 再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没有污染 没有饮食 那就决定没有污染了 你的身体在真正健康啊 所以多吃东西不是好事情 多吃东西 那个脏的东西 它不能排净啊 你的这个体能器官的污染 这个机会比别人多 那在现在讲呢 你生病的机会多啊 古人说病从口儒啊 祸从口除啊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那么教的念咒 念咒就是修轻尽心 人决定要咋念 你把这个念头集中在咒上 你的咋念就没有了 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网念 道理在此地 效果呢 非常显著 所以你用参咒的方法行 用这个念咒的方法行 用念佛的方法也行 方法很多很多 佛家常家八万四千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到太多太多了 你可以选择用个念念中 帮助你写心 帮助你把妄想打掉 心地清净 智慧就显起 真心就显起 这是一种修行的手段 与方法 云古禅死 教他念 专其咒 那么又告诉他说 与佛虏家语 不会以舒服 悲归生肖 画符念咒的专家 常说 你不会画符 被鬼神笑 鬼神不但给你开玩笑 有时候还让你受不了 这个里头有秘传 此有秘传 只是不动念 所以 画符念咒 念佛 确实由义驱同工之妙 那就是方法 形式不一样 它的原理 目的完全相同 都是要用真心 就是你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个符觉联络 这符舒服 我们拿起符来画符 先把万元放下 一成不起 你要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 一念不深 从此念头不动出 下一点 为之混沌开机 由此而一符灰尘 便无私律 此符变灵 所以画符 那个符灵不灵 你去看画符的人 所以平常要练习 练得很熟 我们从小的时候 那是做小学生 也喜欢画符 天天在练 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原理 如果在画符里面 还有一个妄念 这符就不灵了 一定是这一道符从一点下去 一道符画完 没有一个妄念 这个心是清净的 这个符就灵了 那么由此可知 念咒 一佛如实 念的这个咒 这里都不能夹杂一个妄念 夹杂一个妄念 这个咒就不灵了 由此可知 念神咒不容易 那个咒越长 越难念 越长 时间长 很不容易 没有咋念 所以 佛家常讲 念金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为什么呢 金比咒长 不达妄想 那咒呢 也相当长 里头不达妄想也不容易 佛号短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里头 不夹杂一个妄念 这一句佛号就灵 一面念佛 一面答妄想 这个佛号就不灵了 所以 这些方法呢 都是学心 都是帮助我们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心 心里头有妄念 这个心叫妄心 妄心有生灭 真心不生不灭 真心里头没有念 所以他没有生灭 如何能够把生灭 断掉 恢复到不生不灭 这是佛家修学功夫最高的目标 到不生不灭 这个道理 难得了云古禅师 为我们说出来 在下面说 凡气天立命都要从无私无虑处干渴 干渴就是求感应 与上天求感应 都要用个真诚心 是不是 辰则灵 不成无 又说 孟子论 孟子论 利命之学 利命之学最早是孟子说的 而言 妖兽不二 夫妖于兽 治二这也 当其不动念 术为妖 术为兽 孟子这个话 说的高明 要是短命 是不是长寿 短命跟长寿是一不是二 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 短命跟长寿差别太大了 怎么是一不是二呢 我们因为看到是二 看到是差别太大 我们用什么心去看 分别心去看 职责心去看 所以把它看成二了 如果你的心不动 你的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 长寿跟短寿确实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 没有分别了 有分别才有二三 没有分别哪有二三 什么人不分别呢 圣人没有分别性 佛陀没有分别性 菩萨没有分别性 反复有分别性 所以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都变成对立的 大跟小对立 长跟短对立 善跟悟对立 真跟妄对立 全部都变成对立的 这个对立就是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 生活在相对的世界 这是虚妄的世界 金刚经常讲的梦幻泡影 这个不是宇宙人生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叫一真 那就是说这个里头决定没有相对 这才是真的 有相对不是真的 那么六道里面是相对的 社发界里头还是相对的 到一真发界呢 相对的就没有了 那我们讲相对没有 是不是有绝对的呢 绝对也没有 绝对跟相对两个建立的 相对没有了 绝对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境界 佛经里面讲不可思议 思是思维 你不能思 一思你就错了 意是议论 说也不能说 说就错了 开口变错 动念皆怪 那是真实的一真发界 那是真平等 那么孟子说这些话了 不简单 他要不欺辱这个境界 他说不出来 所以孔孟虽然跟佛法没有接触到 要用佛法的标准来看孔子孟子 他们也是大菩萨 也不是普通人 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观察 在佛法里面讲 大臣原教 七地菩萨以上的境界 是细分之 那就是把它推广 封千般 然后可以列富贵之命 封收封收 农夫今年封收 收成好 练是收成不好 收成多 丰富 今年可以过得富足 今年欠收 日子就过得很贫困 如果你能够懂得 封千不二 那就是贫富不二 你就能力贫富之命 穷痛不二 然后可列贵贱之命 穷是处在困境 办什么事情都艰难困苦 不能陈旧 通事通达 想要做事情 祝愿很多 非常顺利 你要不懂这个道理 你就不能列贵贱之命 那我们要问 世间有没有贫富 有 有没有贵贱 有 怎么样列命呢 贫之安于贫 贵之安于贵 贱之安于贵 贱之安于贱 贱之安于贱 贱得其所 这叫灵命啊 彼此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足 互足 这是真真之天明 所以 这世界永远是太平 社会决定不可能有动乱 为什么 致命啊 这是学问 这是实学问 真真实实的学问 接着说 要受不二啊 然后可列生死之力 生死这个现象 在六道里面都有 可不可以怕呢 不可怕 生死非常正常 只要你把这个里头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会不会贪生怕死 不会 生的死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通达的人 对于血身受身 就像生死这桩事情 就像我们一个人 脱衣服换衣服一样 我们把衣服 比喻做身体 这个衣服 穿的时间久了 脏了 破了 我自然把它脱掉嘛 脱掉这个身就不要了 再换一件衣服嘛 就换一个身嘛 所以 生死 血身受身 就像换衣服一样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这个衣服越换越漂亮 好啊 如果越换呢 越差 那就不好了 如果一个人 坐卧多端 他这个身体 舍掉了 莱森在这个身体 比这个身体差了 畜生身 卧鬼身 地狱身 这个身像 比我们是越来越不好看 如果这个人 一身行善 好善 既得 那么他这个身 舍掉之后 他来身身天 天眼身 比我们这个身 庄严多了 他得菩萨身 得佛身 越来越壮严 你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真正肯 断卧修善 断卧修善 虽然是利业别人 利人才是真正利 这是真理啊 损人决定害己 这个世间人常讲 损人利己 这个话说的有弊彬 损人决定害己 你立即是眼前 对点小利益 可是 几十年之后 你死了之后 你变恶鬼 畜生地狱 那真正就害了自己 害残了自己 到那个时候 你后悔莫及了 所以 损人的事情 决定不能做 真正聪明人 明白人 决定做利益 一切众生的事情 文人 从事于文化 教育事业的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 你看看 许多出版的东西 有很多人 送书送东西给我看 我第一个要看版权页 版权页上写的 版权所有 翻阴笔旧 这本书我不看 我为什么不看呢 因为我想 他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因为他的心很自私 他没有利益 这个大众的这个意愿 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 精神 所以我不看他的 下面 后面要印的是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这个书 我会仔细从头看到尾 为什么 他的心量大 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是善人 他的东西一定可以读 所以我读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么我自己的 像这些年来 奖金的这个录像带 录影带 数量很多 估计总有几千种 书籍也有不少 我完全没有完全 欢迎翻印 欢迎流通 人家能够流通 翻印我的 我很感激 他总算看得起我 他要看不起我 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去干这个事情 我又何必要限制别人 不可以翻印 不可以流通 那我们帮助众生 破弥开悟 利苦得落的这个意愿 永远达不到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而且欢迎别人 拷贝翻印 流通 因此对生死这件事情 惨透了 看透了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贪生怕死的念头 没有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方式死亡 都会欢欢喜喜高高兴兴 为什么呢 知道 这个生写掉之后 马上就换一个 比现在这个生更好 更殊胜 我有信心 有把握 人生世间 为生死为重 与妖兽 则一切顺利皆该之一 该是包括 只要能把这一关参透 参透 那么 所有一切相对的境界里面 你都能得自在了 一切顺利 顺境 逆境 人世环境里面 善缘 卧缘 都包括在其中 包括 不二 我们要入这个境界 我们在一生当中 免不了 遭遇到 有些人 对我们好 照顾我们 这有恩惠 有些人 对我们不满 我已毁谤 陷害 无 对我 我们用什么心 对待他呢 用感恩的心 对待 对我好的人 我感激他 他对我许多帮助 对我不好的人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也非常感激 感激他什么呢 消我的业障 成就我的德行 也就是说 他用这个手段 来对待我 看看我的心 平不平静 我还有没有 诚慧性 如果我还有一念 诚慧 我还有一念 报复 我是凡夫 我的功夫 没有进步 他这样一对我 等于是一考验 我及格了 我对他没有 卧异了 没有报复念头了 不但没有报复念头 我感激他 我感恩他 所以我的小佛堂 我们这些冤亲戴主 对我很不好的人 我都给他供长身排位 天天诵经拜佛 给他祝福 不一样啊 你怎么样陷害我 我还是祝福 我把你看作佛菩萨 没有两样 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呢 你对我了解不够 所以一切出之于误会 何必要计较呢 计较 那是我的过失 我不计较 我感恩 我尊敬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需要我帮助 我会全心全力来帮助你 这是做人的道理啊 必须参透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是佛家说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孟子这些话来看 儒家也齐入不二法门 入福是一不二法门 然后我们再仔细观察 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惦记 在我心目当中全是不二法门 所以我说福 我经如其他宗教的教堂 我礼拜啊 我恭敬 有许多人 有许多人见到就奇怪 我说一点都不奇怪 一切众神是一不二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